巴斯塔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就拿下了波尔多风霸,这使得一家豪门,罗马很懊恼,因为此前罗马最开始接触试图签下波尔多的马尔科姆,并且与波尔多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协议。 马尔科姆加盲巴萨后,这使得巴萨的阵容更加强大,前场游之前的四叉戟梅西、苏亚雷斯等未来,互帝尼奥奥变成了五金刚,看似乎要斩压皇马的节奏,而且需要实行巅峰主义的人员配置。 世界体育报消息指出,巴萨小赛季的阵容很强大,在欧挂上似乎除了大巴黎基本上无法阻挡,纵观巴西强人马尔科姆的表现,俨然是一名顶级边风,其速度和力量均达到惊人的爆发力。 同时,还有很好的比赛阅读能力,这样使得巴萨在前场的攻击连线更加多样化。 而此前加蒙巴萨的巴西湖蒂尼奥,也很快融入了球队,因为上赛季的欧挂其代表了力物图处战,所以在巴萨欧挂中,他未能上场表现自己。 下赛季将彻底可以代表巴萨处战欧挂,以目标的状态再加上马尔科姆,那么纯欧球队后防将会受到冲击,而巴萨下赛季欧挂或更加强势并最终夺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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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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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